晚上的气候变得越来越冷 那么大家要注意衣物的保暖 不要受寒 那么我们今天下午就开始小餐 那么已经有一部分的惨重小餐了 那么小餐的时候把自己不懂的方法 或者是有什么疑问的 那么都可以跟小餐的老师 来讨论 但是不要问一些佛学上面的问题 而是问你们自己现在在这里禅修的这个 对方法或者对如何去进行 那么不了解的地方才来提出问题 但是可以把身心的一些反应 来做一番的说明 如果自己不太懂的时候 可以说但不是把你从前的 一些家里的或者一些什么 感受 然后这时候一股脑像问的人来倾倒 那就变成倒垃圾 我不是问法 然后今天下午以后 我们就不像前两天 那么用这么紧迫的盯人 那么其实不管是紧或者松 都只是一种方法的应用 那你们不要因为紧的时候 自己那么后面好像有人逼着就知道好用功 那让你们松的时候 自己就懒惰懈怠 然后不知道好精进 那就不可以 要学会我们自己时时刻刻做自己的主人工 对自己身心所发生的问题 要用智慧去观照 对于我们人际之间的相处的问题 我们除了用智慧以外 还要用慈悲 还要用艳丽 那么去转变一切 那么比较不好的这些因缘 所谓的不仅是智慧跟慈悲 这个艳丽的重要 那么也是十分殊胜的 也就是说自己要发愿 那么不仅说要帮自己 那么度过一切现在 那么限于人我是非的这样的一个境界 然后遇到外界的这些 不管人事的主板这些 种种的挫折跟一切 你要发愿 那么去用你自己的真正的艳丽 然后把一切的障碍 那么或者是众生 那么变成用你的艳丽 去把它转变成 人人都能得到真正佛法的救济 所以说我们讲说行菩萨道 或者修行 不是自己求安乐 而是但愿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 如果说你能够把众生 的苦难 常常那么放在自己的心里 去真正的在心里 我们讲说去牵挂 或者去思维 那么你就知道 其实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是离不开的 现在所有的一切众生 乃至所有的四项的这些因缘 所以说好好坏坏 只是你个人现在的智慧跟能力 不足以承担 并不是说这个因缘不殊胜 所以说你如果能够用你自己的艳心 发愿去成长自己的智慧跟慈悲 然后甚至面对这样的困境 或者是别人对待你的这些种种的不好 你能够发愿去真正的去处理它 汉容它 那你才可以真正的 我们讲说度一切苦恶 度一切苦恶 不仅是自己的苦恶能够度 一切众生的苦恶也要能够度 这才是真正的修行 一切的因缘都是绝对的 都是唯一的 因此它是不可以再重来 所以说你就要生起对它的一种尊重 对它的一种的感恩 然后对它一种真正的珍惜 然后学会的珍惜尊重感恩 然后你对待着你生活生命 里面所发生的种种的 不管是大大小小的事情 你才会真正的用你的心 用你真正的真正的亲近心 或者词别心或者智慧心 去认识它 去真正的过它 所以说这样子才叫做真正的 是在我们讲说实践佛法 这样才是真正的是说 不离亲近心而来什么 而来修行 否则我们只是 落在自己的身心的一些 感受好坏的一些体验跟分别 纵然给你常常会 自己惭愧反省 或者是说我要怎么去精进努力 其实那都已经掉在烦恼中了 那只不过说你有一番的觉醒 但是这样的觉醒 那么都代表着你已经是 我们讲说贼过然后战功 什么叫戒过战功 就是强盗已经都跑远了 然后你才是说赶紧的我们拿起武器来抵抗 这样明白了没有 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没有真正平常用我们的智慧 用我们的慈悲 用我们的艳心 也就是没有把我们自己的清新心 常常能够显露出来 然后面对着一切境界人事物的这些发生的时候 你往往还是怎么样一次颠倒 然后最后可能也会说惭愧反省 那有时候那么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因言一过去了 已经就造成了不可收拾的一个境界 那你后悔都来不及 所以说当不管我们是用非常严谨的逼扎你 你要如此的去关照自己 就是我们比较轻松的 让你自己去时时刻刻 也要去发觉身心整个状况 所以说不管是轻或者松 你的生命那么永远都是要起一种正觉的这种的节奏 千万不要又陷入到以前 只是随着境界糊里糊涂的 所以说如果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的方法 那么深深的应用在你的任何时间任何状况中 我相信出了这个禅堂 你也会操作得很好 那这就叫做真正的修行 很多人把佛法的修行 那么变成只有在殿堂里面 那么才叫做修行 离了殿堂以后 那么这些佛法的修行 乃至于佛头的教理 好像都是自知以背后 那永远自己就是我行我素 那你想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 你想提升自己 作为自己的主人翁 那是永远不可能的 所以说在这里学习到的一切 那么你们自己要好好的 在这里认真的去把它变成跟你的生命 然后发生了紧密的关系 然后在你的生活里面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境界 你谁时谁地都可以从生命里面 展现出这样的一个力量 这样子才叫做有修行的人 好我们现在再回到贵山的一路 那么贵山在23岁的时候 那么他经教义里已经都学习一段落了 我相信应该都是很精通 然后这时候他在自己的生命里面 终于呈现出 说究竟我真实的生命是什么 为什么经教义里告诉我们说 生命的本质是清静的 是圆满的 是光明的 是自在的 是解脱的 甚至于是不生不灭的 但是为什么这些教理义里 可以从文字上去了解 那么但是为什么 确实跟我自己现在真实的生命呢 插了一截 永远都感受不到 说生命真实的那种的光明自在 或者可爱 就像现在我们常常说我们自己是佛教徒 我们也常常在殿堂里面 说向上礼佛 但是你见过佛吗 你知道佛是什么样的一个真实像吗 如果说你连这样子的一个佛 你都没有真实的见过 在你的生命中 那么没有一个真实的肯定跟落实 那你到底信仰的是什么 你到底那么所理尽的是什么 如果你连自己的生命 你都没有办法这样的一个很亲切的体验跟认知 你连你自己都说服不了 你如何去说服别人来相信佛法呢 你自己的生命都仍然常常陷入在一种迷惘 或者迷思 甚至于进进退退 甚至于有时候常常觉得 为什么自己学佛学了这么多年 仍然都不能够体会到 那么到底佛法讲些什么 到底佛是什么 到底我自己究竟的生命是什么 你都没有一个清楚的明白 那你当然对佛法就不会生起真正的信心 因此对佛法的修行 你也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你只是怎么样 一个阴生虫 或者叫做阴武学义 人家叫你怎么去做 那你就怎么去做 你从来不曾用自己的生命真正去体会 到底佛告诉些我什么 我如何从我的生命里面 去把佛陀 他自己呈现出的生命 说是跟我们是无恶的 我们跟他是无别的 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所以很多人学佛法都把他变成一个知识 变成自己好像不了解他 那么好像欠缺的说自己那么学问很远博 所以说只把他当作一种知识的学习 而不是变成说生命我们一样可以去实证他 虽然他们也觉得说佛法讲得很有道理 很真实 那么比起一般世间的这些学问 或者一些哲学理论 那么有更深刻的一面 但是也仅至于我们讲说从文字一理的了解 而不是生命真实的体悟 就像我当小沙咪的时候 我时工从来都没有教我些什么佛法 所以当我去佛学院读到 一些佛法的理论知识的时候 我发现哇好棒啊 这些都超过了我原来以前 所看到的所有的一些知识 然后觉得说非常好 但是我也学会了 甚至于尝试说去解释他 去讲经说法给别人听 但是面当我自己说后面生老流 然后甚至于半生不睡 然后不知道我自己的生命 什么时候会消失 面对着死亡的恐惧 以及对生死以后的这些所有的事情的迷惘 我不知道 这经典告诉我的说 生命当下就是解脱 然后一切诸法当下就是清净的 如辱的 不生不灭的 我变成一点作用都没有 所以死亡的阴影 那么是无时无地 不禅食着我自己 不让我自己身心 所得到一种自在 甚至于常常陷入到一种恐惧里面 那么但是佛法明明叫我们 那么要度一切苦 我远离一切颠倒 那么甚至于生命是当下是如此的美好 为什么我仍然体验不出来 所以我在讲我的故事 但你们不要只听故事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 你们到如今仍然的面对自己的生死 面对着说如何 真的说是一切诸法当下就是清净的 圆满的 你仍然没有办法真实的证知 如果你真实发现了生命是确实这样的 你现在就不必坐在这里了 所以说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 那么要切切实实的感受到 生命的究竟真相是什么 所以说归山 它就是经教义礼 精通了以后 它发觉 纵然在怎么样精通经教义礼 可是面对着生命究竟的实相的时候 仍然是守足无措 所以说唯有怎么样 真正去 那么牵扛这些善知识 而这些善知识 那么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是体现出他们 生命真正的美好 真正的完整 而且这些大德 不是在文字经教义里的了解 而是自己的生命 跟佛陀所教的教法 那么确实清正 而且是合而为一的 那么佛法就是他们每一个人的真实生命 每一个人真实的生命所呈现出来的 就是佛陀讲的一些教法 所以他在生命的这个呼唤之下 那么他放弃了 也不能说放弃了 就是停止了这些经教义礼的专言 然后真正去访问这些大德 来切实的了悟生命的真相 所以他首先就是到江西的这个地方 去跟随百丈和尚参禅 那么当他去这个 我们讲说封城瀑布的赶到山西 那么来到百丈的这个道场 那么百丈一见他 那么当然 那么我们讲说对一个有经验的这个大德 那么只要这个学人 学人就是来跟随他学习的人 只要他的一举一言一嘟 乃至于说一个言行 他其实就可以知道这个学人 那么有几分的获设 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说对一个真正有修正有体验的人来讲 那么他确确实实可以知道 那么这些学人的自己的身心状况是怎么样 然后也知道应该用什么法来接引这些弟子 所以说像我的相反 那么拿起来的时候 那么根本有时候都不需要你们的回答 我相反就会落到你们的肩上 那你以为我是乱打的吧 其实不是 都是清清楚楚了解你们 然后知道你们现在又陷入到 身心的一种 我们讲说分别 然后这一个棒 纵然在你身心还没有起 回答的时候 就要把你怎么样 告诉你 不可以陷入到这样子的一个分别里面 告诉你当下要回关 关照自己生命的前提 就是如如的就是清净的 而不是随着静静来起舞的 所以说当百丈一见到归山的时候 就喜之入室 意思就是说果然 虽然是初次见面 甚至于没有在百丈的桌下掺写过 但是他一切的 那么我们讲说呈现出来的 身心的一些修行的状况 那么对百丈来讲是了了清楚 所以当下就许他入室 入室是超过平常的这些学人 就是平常的学人 例如说在法堂里面 那么一起听教诫 一起听指导 但是入室的呢 大概就是到 例如说做侍者 或者在小山寺 那么在侍奉 那么师父的这些茶水 然后照管师父的一些生活 其实严格起来 好像是在照管师父的生活 其实就时时刻刻 当有宾客来临的时候 那么无论是宾客 问法还是这个 这个师父如何的回答 那么这时候入室的弟子 就可以观察的情应处处 甚至于 那么甚至于问法 这个的人离开以后 他仍然可以陈述 自己所听到的 然后再进一步来 向师父怎么样 进一步的讨教 进一步的什么要求 指导 所以说这样的弟子 我们就讲说 那么就是入室弟子 所以说对这位 这个喜入室的 这些人来讲 他就有更多的机会 来观察来学习 甚至于呢 来更深入的体悟一些法 那么除了深入的体悟法以外 又可以看到 说作为一个三知识 如何把我们讲说 大家所认知的法 然后经由这位三知识 他自己的方便 他自己的犬巧 他自己的一些 我们讲说作为 然后能够很怎么样 很恰如其分的 把佛法的真正的圣意 然后甚至于跟 这个所请问的人的身心 能够相应的一起 然后给他一个最佳的指导 那么对这个入室的弟子来讲 他就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去这样子 从很多的方面来作为学习 所以说因此他的成长 那么必然是最快的 因为对佛法的建训来讲 那么只要你自己 对经教义里有正知见 然后又有三知识 真正的指导 然后自己可以用上方法 那么要建训 其实是不难的 但是对佛法来讲 我们讲说 不只是见到诸法的 延起空性 更重要的是 如何在延伸的当下 他记住的种种的这种说 千万般的这些 不同的面貌 不同的形式 不同的状况 那你如何在这些 不同的状况里面 然后仍然要这个选择出 那么或者用出最正确的 一种指导 然后来帮助 那么来问法的这些弟子 因此我们讲说 对一个真正的善知识来讲 他不仅要有真实的 见性的真实的体验 然后如何见到心以后 明白向上的一种 那么也就是说 不掉在见性的空会里面 而那个指导说 原来我们的心 不管是真心或者忘心 其实它都有 那我们讲说千言万恐 或者是这个诸多的这个面向 那么如何在这里 你能够那么不离 诸法的究竟实相 然后又能够随顺 延起的这些 种种的这些因言 然后能够给众生来帮助 这才是真正是最难的 所以说我们常常讲说 要怎么样 那么不要只是高高 站上什么样停留 而是要做到什么 深深海底行 这样子才叫做 真正的明心见性 否则只有见性 只见到诸法的空极面 而没办法见到 心是本来严惩的 本来清净的 本来具有种种的 像佛一样的自得妙用 如果说你没有 真正的从空 来产生出这样的妙用的话 你也都不叫真正的 严满坚信 所以说这才是 对一个真正的善知识来讲 它才是有方便 有善巧 能够真正的度化众生 否则 对一些 有些人只是有这样的一个 正性 见性的一个体验 可是没有所谓的方便 善巧 也不知道如何真正的去 我们讲说转身有道 那么因此它自己 那么没办法 那么做到旧经的 我们讲说体悟 它也自然就没办法 指导所有的众生 所以说我希望在座的你们 那么都要生起珍惜的心 在今日能够把我们讲说禅法 做这样的指导的并不多 所以说希望在座的你们 要真正的去用功 不要错失了这样的阴言 所以当摆杖一见归山的时候 那么不仅说洗他入室 而且安排他做所有的 参邪图中的什么 的这个 手图 也就是说板手 或者是手作 也就是所有的参邪中 那么在他之前来的 都仍然在归山之后 是不是在座的人 会生起不满呢 在佛法里面 从来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如果说是真正的 这些弟子都是在 真正的修行上面 他就知道 那么所谓的 那么手作 那么是什么 是真正要在生命里面 对佛法有真实的体悟的人 那这些人才可以成为 我们每个参邪弟子的什么 的一种领导者 或者是什么指引者 那么在世间的 这个团体 或者 我们讲说 可能会发生 一些真实 或者一些计较 但是在佛法 那么真实的修行里面 那么一切 所谓的长老 那么并不是他先来 或者甚至于说出家比你更久 或者是年龄比你更长 当然佛法也讲戒长 但是我们讲说 佛法里面尤其是禅宗 那么更重要的是 你的身心有没有真实的体悟 真实的体悟的 那么这就叫做 这什么 就真正的是属于 相应到法性的弟子 相应到法性的弟子 那么才能够作为什么 大众的这个所谓的领导者 那么在佛教里面 那么团体里面 那么为了融合大家的这种的 不要起分别的心 有所谓的那么法拉的长老 还有所谓的法性长老 那么法拉的长老 大概就是在我们讲说 一些事项上的进行 例如说座位的位置 然后出去接受应供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那么法拉的长老是排在前面 但是我们讲说法性的长老 往往是在团体中 他得到更多人的什么 跟随 然后得到更多人的什么 那么真正的尊敬 那么甚至于这些法性长老 都可以代表佛头 红化一方 那么对于众生 才有真正的实意帮助 所以法性长老 不见得是年龄都很长的 往往有可能 那么年纪都很轻 那么甚至于出家 可能也并不是很久 在团体里面 也不是怎么样 那么最久 或者是年纪比较久的都不是 他就是一听闻佛法以后 那么很快就能够跟佛头讲的 诸法的究竟实相相应 然后清正 然后这样子的人 我们称作法性长老 那么例如说像佛头的儿子 多佛罗 那么甚至于在十几岁 他就已经证得 那么欧罗汉 所以像这样子 多我们都称作什么 是法性长老 然后法性长老 其实在团体中 那么才真正能够发挥作用 然后他才能够代表佛头 到各地去弘法立身 所以佛头告诉他的弟子 身边的弟子 曾经问过说 你们有看到我吗 你们是不是常常不离开我呢 那在他身边的这些弟子 大家说是啊 我们跟随佛头你 常常去脱波起实 然后回来之后就听你 这个讲经说法 我们当然是从来都没有 离开你 常常都是亲近着你 结果佛头说 没有 不是你们 那么这些弟子一听完了 觉得非常的疑惑 那么当然大家觉得非常的疑惑 可是佛头就讲 哪些人才是常常不离开我 他说就是那些已经离开我 在外面弘法的这些弟子 那么这些弟子 都能够时时刻刻 见到诸法的究竟是这样 所以唯有见法的人 才叫做真实的见佛 才叫不离开佛 那见法的人是谁呢 也是见到延期的空性的真实的道理 所以说见因缘法就叫做见法 那么见法就叫见佛 那么见佛才叫真正不离开佛的人 我们再回来这里 说四利赤 百战问谁 施赢魔甲 然后四利赤 当然就是我刚才讲 作为入室的弟子 那么在旁边要照顾 那么师父的生活取机的 所惜的种种的一切 那么所以说在旁边 那么而且是不准坐下来的 他是要站在旁边 随时听从一切的吩咐 这是中国 那么而你对父母的一种态度 那也是做学生对师长的一种态度 所以我记得 重点是我师父 已经是在我们讲说 全球这么有名气 这么有名望的人 那么当我师公跟他讲话的时候 他不敢坐下来听 那么一直等到我师公说 你坐下 他才敢坐下 然后坐下 要毕恭毕敬地坐 不可以整个屁股塞在椅子里面 椅子只能坐三分之一 然后上半身还要保持什么 打坐的这样的姿势 如果说师公不叫他坐 哪怕是讲一个小时 他都得站一个小时 同样的 那么我师公对我在讲话的时候 我也从来都没有机会坐 然后我的师父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 那么师父不叫坐 我们都不敢坐 然后纵然可以坐 一定也是怎么样 坐得毕恭毕敬 不敢游手放映懈怠 除了说师长讲话 要恭敬地站立 而且大多数师长在讲话的时候 不是持言爱意的 大部分都是怎么样 都是一些训话 然后训话大部分都是 差不多是会骂得你狗血淋头 那么在很多的状况之下 其实有很多的 并不是完全是如此 但是呢 做师长的 他就会可能给你加油添触的 甚至也不给你任何的解释 跟说明 他就是噼里啪啦的骂下来 然后如果你有一丝一条的 脸色浮现是说 好像不是这样吧 我有话要说明 或者是 我受阴网了 我不是这样子 那你想要说明一下 我告诉你 门都没有 那么只有怎么样 公斤从命 哪怕这个我们讲说 我们台湾话说是 白白布被染成了黑 被染成了黑布 你都还要怎么样 谢主动 听懂吗 都还要感激的 五体投地 为什么 这叫做师长对你的恩德 听懂吗 他给你 不管是用顺的或者逆的 都是在就 都是在怎么 成全你 都是在怎么样 帮助你 如果说你掉在 说这个师长 那么是在 很没有这个什么理由的 这样责骂我 其实我不是这样的 他淹网我 我呢 受淹屈了 然后呢 六月的时候就会下血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一辈子 我们讲说 六月都不会下血 冬天也不会下血 那么为什么 因为有言无处说的 你如果说是掉在 自己说认为自己 收淹期 或者受了 种种的一切 那你就不叫做 真正的会修行 会修行 就像我们现在 对你们诸般的 这些考验跟折磨 你都不能够 随向 动念起心 而是要消归到 心性里面 来把他怎么样 来把他消融 然后最后变成什么 没有所谓的 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的时候 这时候 无像叫做什么 叫做万像太平 听懂吗 不要把这些像 不管是说是好的坏的 那么好的 你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自己很不错了 坏的你就觉得 自己很受欺辱了 如果是掉在 这样的像里面 那你永远 就不能太平有像 你就永远不太平 为什么 因为你从 你自己的心 常常就已经掉在 这些像里面的 所谓的挣扎 不安 那只有怎么样 所有一切的 好像坏像 你都把它 消归到 心性里面 什么叫消归心性 就是用我们 真正的慈悲 用我们真正的智慧 用我们真正的艳力 去过渡一切苦恶 那这就是 效归在心性里面 所以说当不好的来的 你当然知道 这可能对你来讲 是不公平的 可是天下 有什么叫公不公平 公不公平 只不过是你自己 什么 你自己的看法跟见解 换一个角度 从别人来讲 他就不见得是对你不公平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办法 真正去承担他 所以他对你的 这个要求 可能只是非常 什么 一种平常的 可是你没有这能力 没有智慧去承担的时候 你就觉得是超越了你的 然后你就觉得是 对你不公平的 例如说 来到这里修行 那么例如说 我跟我师父打气的时候 我师父叫我说 去厨房里面做饭菜 然后给二十几个人吃 我一下嫩住了 我说我怎么做得来 然后二十几个人吃 我拿做得出来 我师父就说 很简单啊 你就是烧一锅汤 然后所有的菜 全部丢进去 然后呢 不管它是嫩得倒的 或者是只要不脏 全部 然后呢 就一锅这些 叫做罗汉菜 他说这个谁不会呢 我一听 好像也可以吧 否则 如果像我原来认知 是认为说 哦要煮哪些菜 要怎么样 然后虽然只是 二十几个人吃 我师父也傻了眼 所以说其实 对于会者来讲 他就不难 是不是 对于不会的来讲 他就叫做难 那你要他做难的事 他就叫不公平 是不是 那所以说 其实是不公平吧 是你自己的能力不足 听懂吗 所以说 邪佛 我们就是要在什么 在很多的境界考验之中 那 邪会放下自己的什么 一些知见 然后邪会 用自己更大的厌力 跟自己更大的智慧 去承担一切 也就是去学习 去什么 完成一件 那这才叫真正的菩萨行 所以我们以前的吃饭 是过堂吃饭 那么很简单 就只有两个碗 一个碗是装什么 装饭 一个碗就是装什么 又有汤 又有菜的 那菜里面呢 就是包含一切 所以说你没得选择 听懂啊 那么只要吃饱 能够修行就好 不像现在 哇 我们陈列出好多的菜色 你还可以挑肥减瘦的 甚至于希望说 最好在里面 可以夹出一块肉来 当然这是不可能 可是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你们现在吃的时候 不晓得说 吃也是在修行 然后都是用自己的分别心 那么想要谈起 更合自己口味的这些食物 那这都是增加 我们自己的生死心的 所以昨天晚上 我亲自到其厨房里面 去指导了 那么晚餐怎么做 也就是把中午 或者早上没吃完的 所有的饭菜 全部丢到一个锅里面 去煮什么 煮咸粥 结果呢 很多人去看一看 掉头就不吃了 那么他觉得说 这个咸粥不好吃 那么或者是怎样 其实你们不吃 一来造成我们的心糖 也就是大辽的人 煮东西很难煮 然后呢 你马上被这个粥就打败了 听到吗 你的修行 那么就在这个境界上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粥就可以把你的两天 或者这几天的用功 说要不起分别 你马上怎么样 对这个粥就起烦恼了 然后那个粥 我的弟子更是神奇 他跟我装一碗面 然后另外一碗 全部都是汤的 他以为说 那个汤呢 是像我们普通 那个面给我们去 用这个汤这样浇 他不知道说 那个是 是咸粥 然后我就想 奇怪 我今天指导的是咸粥 怎么捞到最底 就只有几亿米饭 我就问他 他说他不知道是粥 那么 所以说 表示说什么 我们现在大家的禅修 实在是太好命了 听懂吗 给你们三餐吃得太好 不像我们以前 晚餐叫做药食 听懂吗 像吃药一样 所以说不可以 怎么样 想要贪吃或者怎样 就是有什么 就吃什么 然后肚子不饿 这样就OK了 所以说 修行的正确的 这个展现 就是在你随时 面对着种种 不可意要的 然后甚至于呢 是你所不喜欢的 那么但是呢 你都能够做出什么 一个正确的处理 正确的什么 去面对它 所以说为什么 可以看出 你们自己修行的功夫 的好更换 然后有没有确实的 把佛法 用在你们自己的 生命里面去体会 用在你自己的生活 各种的面向里面 去显现出来 其实一看 就可以知晓的 所以说面对生命的 任何的一些现象的时候 不是用你原来的 知见分别 然后喜欢我不喜欢 然后永远都被自己的 所谓的情势 带着跑 那你这一辈子就很可怜 你必须要处处 那么在意到所有的这些状况的时候 你仍然能够用你的智慧 用你的慈悲 乃至于你的艳丽 去真正的处理得非常好 这才叫做真正的修行 好我们再回到 那么这个归山四地赤 然后百战就问谁 可见四地的人 戒队不是只有 永远都是只有这一个 听懂吗 他要轮班的 否则我们讲说老了上 没有睡觉 只有在我们讲说老了上 那么在床上 躺下来睡的时候 这时候这些适者怎么样 才可以离开 所以说永远都有一个什么 适者在旁边 那么照顾老和尚 所需要的种种一切 那么因为从早上到老和尚 进入睡觉的时候 是不是蛮长的 不可能是一个人 来承担所有的事 所以都有不同的几个 那么适者来轮方坐 那这时候因为他是站在老和尚的 这个什么 不是很远 但是呢 又不能坐在后面 是要 如果做适者 是要在老和尚的视线 看得到的地方 但老和尚 可能这时候 正在打坐或什么 他只是感觉到说 有一个人在我旁边视力 之后 那到底是谁 那么这时候可能 老和尚有事情 要吩咐适者怎么样 去做一些事情 那么当然 除此这个文字上的了解以外 其实也是在 随时做师父的 都是借着日常的这些文化里面 来考验 那么弟子们在法上的真正的认知 所以说我们大多数的人 听说你是谁 我就是谁 那么都很直接的这样回答 但是在残门里面 有时候往往问你是谁 不是问你现在父母所生的 这个臭皮囊 或者你叫什么名字 而是说 你究竟知道不知道 那么你自己是谁 那么如果你调都在 我们讲说文字上 那么或者字件上 那可能老和尚随时 又会给你办课 或者你只是不清楚 不明白的时候 老和尚可能会给你一些点拨 总之就是说 发生在师父之间的对话 我们现在看到文字的记载跟说明 但是不要只掉在 向上的一个认知而已 如果你掉在向上的一些认知 那你永远都不能够读出 我们讲说 一路文字背后的真实意 所以说师父之间的对话 只有在当下 那么师父之间 那么如电光石火的发生 那么师父一问话出来 这个地址不能够有任何的迟疑 任何的思索 如果陷入到思索 或者迟疑里面 那么当下就不是真正的 见性或者真正的明白 然后你不要以为地址的回答 有时候那么就是这样平顺 有时候地址 照样会布下陷阱 然后让师父来掉下去 如果你这个师父是瞎眼的师父 那么这高明的弟子一来一看 那么知道说你是个瞎眼的 他转头就会走的 然后在归仰中呢 我们讲说他有个特色 叫做师徒之间的这些谈论呢 叫做父子的一种亲属关系 就是像如同像我们世间的父子 那么是父子子孝 是不是 那么所以说是一个非常和平的现象 不是像灵迹 那么一来就是什么 刮风 而且刮的是台风 然后是十级以上的 不然就是大地震 也是十级以上的 然后呢 让的你怎么样 那么不知道如何 就像说形容 说灵迹叫做五雷灌顶 五雷轰顶 五雷是不是指好多的雷 然后打了 然后呢 是不是吓得你没有地方躲啊 你们小时候有没有 常常被这个 不是被以追 而是被雷怎么样 那么我们台湾以前的雷 不是以前的 现在也是啦 只是现在的高楼大厦多了 所以这个雷发生说 即使人后即使牛的就少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大楼都有避雷针 那以前我们的田地都是一片广 然后只要拿铸头 在什么 在田间工作的人 或者是比较高的 那么常常都会被雷打死 然后我们常常也看到 就在我们自己不远的地方 那么有这些悲剧发生 所以一听到打雷 我们就怎么样 就要躲要跑 不然为什么 不然怕什么 也会被打死 所以说小时候 其实呢 不是那个雷声吓死你 听懂吗 是你看到那个雷 那么打下来 也是那时候的可怕 你们没有见过雷打下来 连屋顶都会变黑的 然后会打破的 然后人呢 被打死的或者牛 被打死的经常在我们以前都看得到 然后在佛经里面也是有这样的形容 所以说归养的师徒之间 有时候常常 例如说养山是归山的土地 他常常呢 也会设置一些 那么这些反面的这些 语言或者陷阱 那么布下来 但是呢 往往这是师徒之间怎么样 在进一步把法 演绎的更加的清楚 所以说 我们就讲说像父子指效 那么父亲的在教导儿子 儿子的呢 在承奉父亲 那么所以说是非常的和平 好 那我们再回到 那么这个归山的一路 那么做师父的 百丈在问说是谁 那么 诗云 这里的诗就是指归山 听懂吗 因为这本书是来记载归山 所以称归山为诗 这样了解吗 并不是说这里的诗是师父的诗 百丈才是师父 归山是土地 听懂吗 那这里的诗是指是 指明 就是指归山 这样明白吗 因为在中国的这个诗字 我们常常会搞混 那么变成师父的诗 那确实在这里 不要有这样的误解 那么这里 百丈问谁 那么这个 归山说是魔甲 那为什么叫魔甲 为什么不说我就是归山 那么这当然有两种意义 一个就是说 知道在佛法里面叫做假名无实 所有的一切的文字语言 都只是一个什么 一种代表的符号 那么没有真实的意义 所以说不能说我就叫做归山 听懂吗 所以说魔甲 魔甲其实在我们很多的文字里面 不直述自己 一来 那么是刚才我讲 那么文字语言名字 都只是一个假言 不是真实 然后第二 说魔甲 就是 那么这里的我 那么有可能都是什么呀 都可以代表众多的 这就是说 在回答的自己的这个什么 以主持的这种方式来表达而已 所以说就是我 我就是归山 但是不提说我是归山 这是说魔甲 是代表怎么样 对师父的 对尊长者的一个什么 一种恭敬 你不会说阿拉就是谁 听懂吗 这个就不可以 这就显得自己一来是太高傲 那么所以说 这两种的意思 所以我们常常会说是魔甲 那这里魔甲 其实有没有说是 就是说是魔甲 不是 其实就是说弟子 鬼山 这样听懂吗 但是在文字的记载 我们就是写魔甲 那魔语呢 不会有魔语 听懂吗 除非他是在悉数别人 所以说 不要以为说是 百丈问说是谁 他说是魔甲 不是这样 是说弟子 某某人 这样了解吗 千万不要看到 这里回答是魔甲 那真的是笑掉 人家的牙齿了 不是 是说 那么不敢直说 自己是谁 那么说什么 弟子 是谁 那么一定 还是有回答谁的 那么 这时候当然 百丈 是有事情要吩咐他 那么 他就讲说 你波炉中 有火火 意思可能就是天气 比我们现在可能更冷 那么更冷的时候 是不是肆虐要生起炉火 就是生炉火 那么比较不会这么冷 但是呢 我们讲说 以前的这个山上 不是遍地都有树木 那树木也是非常少 听懂吗 所以就要很珍惜的用 那往往是到最冷的时候 才会怎么样 去把这个炭呢 生起来 那么这个炭 就是没有用的时候 你不能让它熄灭 为什么 因为古代没有像我们现在说 用瓦斯一开就可以 然后也不是说像我们现在 有瓦斯枪一打就可以亮 以前呢 连这个什么 连我们早期 我们连小孩子时候 我们是用火柴 听懂吗 那现在当然也没有火柴 那在古代连火柴也没有 那只能用什么 这个一种类似 那么 石头跟刀 有一种刀 不是打石头的那个碎石 碎石就是一种火石 听懂吗 那么一脚一打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有星星的火出现 那然后用一个火梅子 什么叫火梅子 就是类似像我们的草籽 浸泡在什么 浸泡在油里面 但是它平常是用什么 用竹子把它塞起来 不然油会干 然后等你用打火石打的时候 就把这个竹子弄掉 然后把它火 星星之火敲在什么 敲在火梅上 然后那火梅 掉在那个火梅上面的时候 你再去吹 然后怎么样 就会沼 沼的时候就赶紧去烧什么 烧那个草 就是一捆一捆的草 然后草烧着了再用放什么 放小树枝 小树枝烧完了再放什么 比较坚硬的 不是烧完了 烧着了然后再放什么 比较坚硬的什么木头 这样了解吗 然后不然的话 那么你是很难打招的 然后等到这个不用火的时候 绝对不是让所有的火熄灭 要把变成碳的火怎么样 要埋在这灰里面 那下次要用的时候 就不必再拿打火石这么满 就怎么样 就把那个碳火 那么引到上面 然后再用个竹筒 然后再放上面再放什么 比较轻的这些草 然后慢慢吹 它就会什么 会糟 但是你如果让整个炉里面的火 全部熄了 那你就很麻烦 一来灶了 很难糟 二来 你这个 打的这个刀石呢 并不是这么管用的 很难用的 然后你要把它火煤再引饶 也是不容易 所以小时候 我们要煮一场 饭煮一场 这个什么 开水 那么都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不是这么简单 如果昨天晚上 不信你留下来的这个母火 听懂吗 那么结果可能到了 早上你一起 拨开这个灰的时候 发现母火已经熄了 那你整个早上 那就会怎么样 光是要起早火 你就觉得很辛苦 要是说 昨天晚上你的母火流得很好 那你这个早上的早饭 或者开水 就容易烧起来 否则光是打 打着这个炭火 然后把炉子再弄热 然后再来煮东西的话 就要花很长的时间 以前我记得 大人七早八早 就要出去工作 然后我记得 我起床起来 就是把灶火 怎么样 先把它弄着 然后呢 煮一锅热水 然后妈妈回来以后 赶紧就怎么样 把米丢进去煮粥 就这样 所以如果说你没有做好 昨天的这个母火没溜好 那你也是很辛苦 等妈妈回来的时候 你可能这个火都还没有弄着 那就很糟糕 不仅生活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就是如何升起火来 然后把那个柴火 要叠的让它 那么能够真正的燃起来 都不是那么简单 你以为全部塞在一起 它全部一定是熄掉 然后怎么样加饭 都是要有经验的 好 所以说可能天气太冷了 那么老而上 那么要求弟子怎么样 把炉火升起来 那首先怎么样 要发觉这个就是炉中 有没有这个仍然这个母火存在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他首先叫这个侍者 说你拨拨这个炉里面 看仍然还有没有火 那么结果龟山就是怎么样 听从了命令去拨 结果这炉子一直拨 拨到底的时候 仍然发觉没有 于是就回答说没有火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那么希望你们自己 也要发觉 你们自己生命里面 有没有这个母火存在 如果没有的话 赶紧把它烧起来 不然今天晚上 慢慢长夜这么冷 你如何度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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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